高雄三明區的一處巷弄當中 在凌晨6點多發生了機車起火燃燒的意外 當時這輛機車停放在路旁 突然起火燃燒,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還波及到了一旁的6部自行車跟機車 自然釀貨,車倒前一輛機車突然竄出黑煙 不久後機車出現火花,火勢迅速蔓延 接著整排機車陷入火海,錦瀟道場趕緊灑水灌灸 廢了一番功夫,錦瀟終於撲滅火勢 但機車早已復之一具 而回想祝榮當下,附近居民也飽受虛驚 火還蠻大,磁磚子掉落的聲音啊 恐怖了 建築有啊,鬼都歪了 事發在3號清晨6點多 高雄三明區澄清路的巷洞內 當時停放路邊的機車莫名自然 由於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持續延燒下 共導致一部電動自行車跟6部機車損毀 騎不騎車,因其中一部老舊 自然會有人緣傷亡 遇過整流器壞掉的 竹瀟就自然 沒有通電的狀態下 還能自然 飛出 機車行老闆認為 機車莫名切禍 恐怕就是整流器壞掉 這才釀貨 但詳細原因 人家有火吊科釐清 只不過一大清早 機車起火自然 已經讓附近居民心有餘悸 建築有這麼的